乘載萬千期待的三菱客機 還沒投入載客就宣告台詞附中 2008年開始研發 當時還發酵豪雨 2013年就要量產投入使用 沒想到卻拖到2015年 才在名古屋機場試飛 2017年首次在國際航空展中 秀出自家商用客機 搭載乘客數約92人 皆能是一大亮點 相較於過去同機型客機 燃料耗損減少20% 只是善於開發戰鬥機的三菱重工 顯然太過傲慢 為擴大產線支援日後量產 投入大筆資金延長計畫 沒想到二零一九年的新冠疫情 讓計畫一系泡湯 疫情爆發飛航需求大幅降低 三菱商用客機計畫喊咖 如今日媒更爆料 未來將全面退出 耗時多年投入超過一兆日幣 全部供流水 也宣告日本制霸民航機的野心夢碎 三里新聞 環宣報導